新城江家里村慈恩路同车之后 新城乡公所也紧接着自证树苗活动 现场有土肉桂 祁礼香 卢汉松等等 而新城乡长何丽台 新城乡民代表会副主席张美华 也来自证树苗 现场超过了1000人 更透过每年的植树节 绿化乡内公园或是公共空间 也为乡亲们打造更加舒适优美的环境 幸福新城植树节正苗活动 并且在3月22号上午 今年较为不同的是 活动与北谱生活圈都市计划道路慈恩路 新批工程通车典礼之后联合办理 这次道路全场715公尺 其中种植1750株熊猫仙丹 100棵桥木 使得用路环境相当的优美 更润美化新城乡的环境 相当合理台商人以来 提升乡亲生活环境努力以赴 其中包含各项的绿美化工程 有农官客不断寻找乡内需要绿美化的空间 设计规划并且进行绿美化工程 任职以来对新城乡内绿美化百余处 其中种植了花卉树木3万棵 今年度赠送的树苗共计1000株 分别有土肉柜300株 七里香200株 罗汉松200株 大花仙丹200株 小园叶福鹿铜100株 分别由花园新政府及零物局提供 让乡亲已临起之后回家种植 共同达造新城的现在优质驱逐环境 相当合理台非常感谢花园新政府及零物局 自重的树苗美化新城相当环境 感谢新城资质会 国际情商会 民众服务站 客属会 新城峰会等诸位社团共同为环境来努力 明明老师先人向推出各项硬体建设以及社会福利 这几年被誉为幸福大药境 另外环境的绿美化费也非常重要 环境的绿美化是民生的重要课题 这次联合新批道路启用典礼 旨在宣导节能减碳 因此任职相当之后 带领团队秉持着重数不弃数的理念 努力在新城乡各村各个角落实施绿美化 更利用植树节绿美化新城乡的公共活动空间 让乡亲无论在生活还是休闲 都有美好的环境 以缔造幸福生活的新城乡 记者金鸿一线要不老